回想去年美国在新冠疫情的至暗时刻 送上了一张张的纾困支票 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光明 时间来到2022 疫情虽有缓解 但带来的经济后遗症开始一阵阵的发作 通货膨胀 油价暴涨 依旧让大家的生活苦不堪言 带来的打击丝毫不亚于新冠病毒 正在大家愉快成热锅上的蚂蚁时 美国多个州开始采取了新一轮的安抚行动 发钱 降税 给油补 据悉最高将一次性补贴850美金 赶快来看看这好事有没有降到你的头上 首先是加州 根据去年批准的次级金奖励计划 也就是JSS1和JSS2 根据符合条件的个人 将在第一个次级金奖励计划中获得600美元 以及根据第二个次级金奖励计划 会获得最高1200美元的支票 因此 年收入低于75000美金 且已经在2021年10月15号之前 提交过纳税申报表和税款的加州居民 将有资格获得本轮的次级金奖励 该轮次级金已经从去年开始陆续发放 还没有收到的小伙伴也不用着急 本月最后一批次级金才被发放 之前没有收到的小伙伴 可以近几天多查看邮箱或者个人银行账户 此外 该州的特许经营税委员会 FTB 预计还将在今年6月份 发放下一次的次级金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 加州居民可能有资格获得一项 或两项次级金奖励计划付款的支票 但前提是 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获得 这也就意味着 还是需要在2022年4月15号前 完成2021年的报税 塔拉罕州 印第安那州 乔治亚州 爱德河州 以及新墨西哥州 均采用了退税补贴的方式 塔拉罕州计划在5月底之前 发放退税回扣 个人申报者将获得300美元的退税回扣 而选择联合申报的家庭 将可以获得600美元的回扣 退税将使用于提交过的 2020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居民 以及那些收入不足以 在同年报税的居民 印第安那州在1月3号之前发放退税 个人申报者将获得125美元的报酬 而已婚夫妇将获得双倍的金额 值得注意的是 纸质支票要到今年的7月或8月才发放 但那些在2021年 纳税申报表中提供了银行信息的居民 将直接收到付款 乔治亚州税务局则提交了2020年和2021年税款的州居民 将有资格从该州的税收盈余中获得退税的申请 该州州长最近已经批准了这笔付款 单身报税人或已婚报税人单独报税将获得250美元 户主预计将获得375美元 联合报税的已婚夫妇将获得500美元 爱达河州在今年1月份 州长批准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为该州居民返还 2020年州税的12%或75美元的退税 最终将会按照金额较高的款项发放 退税适用于低收入者及其家属 退税将从今年3月份开始 那些通过直接存款和退税的居民 最先将得到他们的退税 新墨西哥州居民今年将有多笔付款 今年7月份 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单身报税者 和收入低于15万 且已申报2021年税款的已婚夫妇 将分别获得250美元或者500美元的付款 单身和已婚生贸者的额外付款500美元和1000美元 将被分为两次支付 支付时间分别是在今年的6月和8月 接着是伊利洛伊州 虽然预计伊利洛伊州将在今年某个时间 向纳税人支付高达400美元的费用 但是芝加哥市这次决定 向符合条件的居民提供预付的汽油和交通卡 作为次基金奖励 因为这个决定 该市将发行多达5万张 每张150美元的预付加油卡 和多达10万张面值为50美元的预付交通卡 这些预付汽油和交通卡中的75% 将优先向行动不便的社区居民发放 剩下的25%将等量分配到全市的各个社区 这些卡片将从今年5月的第二个州 开始通过抽签分配 一直持续到9月 另外 该州还推动暂停食品杂货税 减免了300美元的财产税 以及免除学校用品销售税10天等政策 夏威一州则是根据居民收入直接补贴 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夏威一居民 预计将获得300美元的付款 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居民将获得100美元 今年1月份夏威一州长提议 为所有州居民提供100美元的赐金奖励 但在春季的时候 州立法者增加了预付金额 这些款项主要是针对低收入者及其家属的 这也就意味着 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四口之家 最多可获得1200美元的付款 联营州也有类似的补贴计划 该州州长签署了一项立法 将向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居民 提供一次性850美金的旧基金 并且只要在去年10月31号之前 提交了2020年报税申请单的居民 即使欠州税也有资格获得付款 新泽西州采用的方式更加直接硬核 该州州长提准了一次性 向家庭支付500美元的赐金奖励 最近州长计划增加使用税号 而不是社会保险号报税的工人 也可获得刺激金奖励 这意味着非公民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家属 也将有资格获得付款 紧挨着新德西州的纽约州 则就没有那么直接大方 不过虽然纽约州居民没有现金 但是纽约州州长还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减免计划 其中就包括高达970美元的财产税减免 以及在今年年底前都将暂停征收 0.16美元的汽油税 以帮助缓解今年很多人都明显感觉到的经济负担 其中财产税减免适用于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居民 最后就是弗吉尼亚州了 弗吉尼亚州州长已经取消了该州目前2.5%的杂货税 并将每加轮26.2美分的汽油税暂停一年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波的发现计划 不过目前仅有这11个州的居民享受到了福利 剩下的39个州加华盛顿特区 目前还暂无任何补贴计划 不过相信 有这11个领头羊跳出来 剩下的州府也会很快地跟上 大家就尽候加音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